透过滤镜分享人物镜头背后的故事 大家好我是白岩 现在什么人会比明星很红 李佳琪用自己的大名做出了回答 近期年李佳琪的名号越来越响亮 关于她的一点风吹草动都能够上热门话题 虽然至今少涉足娱乐圈综艺 一直在电商圈中打转 但她的名字早就红遍了全国 购物节将至李佳琪更是卯足了劲要大干一票 网友们吐槽 李佳琪的预售直播已经让我们迷失了双十一原本的含义了 今年热热闹闹的购物节预售比往年提前了不少 李佳琪作为带货直播的一哥 自然也早早的做好了拼命的准备 在她的直播间不仅准备了罗 还有很多奇奇怪怪的东西 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冲销量 每到回想起双十一付尾款的场景 我们一定会想到那个在预售直播间拿着罗疯狂敲 大喊大叫让观众们不要睡的男人 于是到晚李佳琪的直播再次成为了热门话题 并亲切地称为第一个叫我不要睡的人 李佳琪直播间预售直播零点前 观看人次就超过一亿 到凌晨两点时 人次达到1.62亿 销量总额达43.27亿元 这样的带货能力 除了同行业的一姐威亚 就算是以一线明星也不敢比 同时李佳琪含有人间所那的称号 最早大家记住的平时她谣量的声音 大声喊着买它买它买它 甚至现在不少人听到这句话都会立马兴奋的剁手 正因为这话从李佳琪嘴里说出来有这么大的魔力 所以在今年5月的时候 李佳琪给她的口头禅 Oh my god 买它买它 申请注册商标引发了热议 并得到了无数网友粉丝的支持 因为这句话实在太有李佳琪的风格了 而双品带有李佳琪标签 就像是得到了正品保证 担心会有不法人士利用李佳琪这个火招牌 做出既让观众粉丝受损 又让李佳琪名誉受损的事 才想到了注册商标这一办法 它究竟有什么魔力 仅凭这么简单一句话 或者是仅仅带有李佳琪推荐的字样 就能让粉丝们信任倍增 李佳琪出生于1992年 后来考进了南昌大学 在学校他接触了化妆课 并且每次都能得到优秀的成绩 在毕业之后 他没有从事设计师的工作 而是成为了一名欧莱雅的贵员 在与消费者的长期交流中 他总结出了一套属于自己的销售方法 更重要的是 他找到了自己与其他贵姐的不同之处 很多贵姐都只会送上试用品 然后等待顾客的挑选 而顾客很多都不愿意直接在嘴上试色 李佳琪就直接在自己的嘴巴上试色 我图好看 你图一定更好看 至于他的销售理念 也是他成功的关键 充分领解和解决顾客的需要 这是销售出产品最核心的一点 李佳琪深刻地掌握了这个核心 并应用到了自己的销售方法中 在2016年 欧莱雅集团与网红机构 每万零售 零售推出了美妆博主网红的计划 李佳琪凭借自己积累的人气 和特别的销售方法 成功脱颖而出 最终顺利于每万签约 但这并不代表着 那时的李佳琪就是现在的李佳琪 在最初清约后的一段时间里 李佳琪每天白天要在柜台上班 下班后要开始直播 不论是撰写文案还是口红失色 统统都要自己完成 出直播行业的前几个月 李佳琪的直播间冷冷清清 在市场上的成绩更不值得一提 但是他还是每天准时准点直播 即使是直播间 只有一位粉丝 他也从来不放弃 很把这戏称为信下一对一服务 日复一日的付出和讲解 让李佳琪的热情感染到了更多的人 他的直播间开始又闹起来了 李佳琪是一个帅气俊朗的男生 他在被这位女人天下的美妆界中存在 本身就很突兀 因此很多人抨击他 大男人就不该涂口红等 但是事情都是有两面的 他是男性这件事 虽然被大多数人看不起 甚至非议 但正好赶上了淘宝扶持男主播的风口 淘宝顺势给了他不小的流量扶持 有了官方的扶持 李佳琪的直播间观看人数更多了 从第一天的几千人次观看到几万人观看 粉丝数也在翻倍的找 在信息快速更迭传递的时代 几天直播下来 李佳琪爆红了 到了2017年 他已经积累了几十万的粉丝 在直播成名之后 他的生活开始变得以工作为主了 每年的直播场次达389场 每天入夜时分开始直播 直到凌晨才下播 剩下的时间就是休息和寻醒 他一直坚持亲自寻醒 不论是化妆品的试色 还是食品和日用品 他都亲自上手 哪怕近如今 他已坐拥了几千万的粉丝 他还是一如既往的矜持 这颗结诚为消费者服务的心 才是他成功的关键 从最初他专注于口红 各式各样的口红和色号 就连很多经常化妆的女孩子 都不一定能够区分得出来 但对于他来说 就像是如数家珍 在我节目到他家做采访的时候 整整一面墙的口红 随便挑出一支 他可以准确地说出 关于这支口红的型号色号 等很多信息 对于专注于口红的他来说 口红的信息 就是他靠着吃饭的宝贝 现在李佳琪涉及到的范围 也不只是美妆网 更多的还会有零食沐浴露 洗发露等 他销售的产品虽然逐渐在增多 但是他的口碑 却一如既往的饱受好行 李佳琪说 自己现在只有工作 没有生活 不是在直播 就是在准备直播的路上 直播前 他要做好产品的功课 直播后 他也要做好场次总结 和团队一起商议 更合适完美的营销策略 在他光鲜亮丽的背后 是他玩命的付出 和不懈的努力 前不久 一男一女几在装修 十分简单的小个间里 做直播的照片曝光后 很多人的热血被点燃了 他们就是出直播行业的 李佳琪和威亚 被大众称为 最懂女人男人和女人 紧陋的装修和杂乱的商品 这就是他们直播间最初的样子 几部手机和打光灯 就是他们全部的设备 现在他们已成为了 年收过亿的传奇主播 有了更好的设备和更高的收益 他们还在年复一年 日复一日的卖力大货 即使是每场直播 都是几十万人 看他们直播的时候 他们也很少停播 长期高强度的工作 让李佳琪的身体严重透支 吃口红 睡到嘴唇掉皮 除了工作吃饭 其他时间都要保护唇部 只为了给粉丝们展现出 更真实的丝毫 但每天扯着嗓子直播 终于把大呼小叫的直播方式 转变成了自己独特的带火风格 也让自己换上了直起婉颜 要做好随时吃药的准备 为了让自己的风格更突出 也为了让更多人 点燃购物的激情 李佳琪需要无时无刻 都保持高亢的情绪 以及十足的感染力 他能在直播中 是189只口红 涂了泻 细了涂 反反复复没有停歇 粉丝劝他用手臂试 他却坚决拒绝 一定要试到嘴巴上 这是我的工作 不要可怜我 这也正是他最初的理念 我涂好看 你们涂一定更好看 简简单单两句话 便是大家相信他的理由 像这样的批命三郎 并不多见了 有人问他 已经到了这样的成绩 你可以休息一下吗 李佳琪只言不敢 每天平台上 有1万人在直播 如果一天不直播 粉丝们可能就会被抢走了 他们可能以后 都不来看我了 同行业巨头薇亚也是如此 每日选品工作直播 才是他们的生活主旋律 难以想象 处于行业尖端的他们 都如此焦虑 每日每夜的卖命 难怪他们会被称为 双十一最强打工人 对于他们来说 每一个粉丝和顾客 都是他们的服务对象 他们要做的 就是让这些顾客都满意 随着时间的推移 李佳琪的业务越来越大 合作的伙伴也越来越多 就连被称为国民爸爸的马云 也曾做客他的直播间 两人在双十一的热潮下 直播PK卖口红 直播一开 李佳琪介绍自己是口红一哥 马云迅速介绍道 大家好 我是口红大哥 两人的合作看起来非常诙谐有趣 最终 李佳琪和马云以100比1的成绩 结束直播 没想到金剧评出 粉丝数知名度不低于李佳琪的马云竟然惨败 央视名嘴朱广泉也曾做客李佳琪的直播间 两人在疫情期间为湖北人民直播卖货 面对让专业老师都追不上的朱广泉老师 李佳琪与她的对话丝毫不尽吃力 两人唠嗑大祸 幽默风趣 这场直播迅速登上热搜 而直播间看直播的观众络绎不绝 小猪佩琪人间所难 即便偶不变等梗 也迅速流传于街头相位 这不仅让李佳琪的知名度提升的更高 还为她赢得了更多好口碑 吸引了很多路人粉 李佳琪能成功 更现实的因素是 她能够给观众粉丝们带来最低价实惠 以及愉悦的购物体验 10月21日 李佳琪直播间不卖人的话题 又冲上了热门 原因就是李佳琪发布表示 可以各品类产品 都可以提自己可以上架 但是评论区求阿楼乐 说要上架男朋友 于是才有了这个话题 看得出来 大家都很信任李佳琪 以及她的团队 她安利的衣食都靠不可信 有她的标签 就可以随心买买买 这主要就是 因为她和团队一直以来 都让人感觉值得托付 这就让人想到了 双11预售直播的另外一人 那就是李佳琪曾经时时刻刻 都带着的小助理 只不过这一次 她不是以小助理的身份直播 而是用回了自己的本名附棚 这算得上是 她和李佳琪在5月分开之后 她正式担任直播 经历大场面了 只是她的直播间 远没有李佳琪直播间热闹 在李佳琪和小助理 这两个双生搭档爆红仪式 小助理便开始走进了大家的视野 虽然小助理经常 以一些负面话题上热搜 比如小助理蹭用蹭热度 或者是其他发脾气之力的事情 但好歹到现在 还是积累了一些名气 只是她的直播间冷冷清清 介绍的产品 也都是一些不起眼的东西 对于第一次直播卖货 富鹏看起来 也不是特别的有信息 可以说富鹏的直播间 更像是教科书版的 说明书介绍 丝毫没有李佳琪直播间 那种打鸡血冲销量的热情 这样的直播看起来很散 节奏相当慢 等她说完产品介绍 购买的欲望都被消磨没了 和李佳琪那种快节奏 简单明了的风格对比 这样的对比 简直是天壤之别 很多人都说 富鹏离开就是自己找坑跳 不识食物 也有不少人说 看她现在的样子 就像到刚起步的李佳琪 往前看 说不定会好的 在大家的印象中 仿佛会自然而然 把李佳琪的位置 摆在富鹏的前面 因为小助理的出场次数很少 且观众员没有李佳琪好 当然熟悉他们俩的都知道 最初做主播之前 李佳琪是一线的贵哥 富鹏是雅诗兰黛的店长 在李佳琪决定走美妆直播这件事以后 富鹏跟随他来到了上海 他至今很清楚的记得 李佳琪的第一场直播 只有79个人观看 而当时他需要做的事情 重视为李佳琪的直播间 刷评论刷人气 很多留言都是富鹏一个人刷起来的 李佳琪夜以继日的工作拼命 全都被富鹏和粉丝记录了下来 但是富鹏的努力却很少有人关注到 然而在一起合作的时候 李佳琪直播一场 富鹏就要助理一场 不仅失色 还要和他一起处理售后的问题 富鹏还会参与选批 从几千件产品中 挑选出几十件值得安利的 可以说李佳琪的成功 也离不开这位小助理 但是在李佳琪像明星一样当红的时候 身为小绿叶的富鹏 也受到了很多非议 因为绿叶红花的设定 他只能一人再人 李佳琪安慰过他 也为他出过头 很久以前 李佳琪在节目中对富鹏说 没有你哪来的我呢 两个人一路走来 相互扶持相互支撑 最终才有了现在这样的成绩 其实李佳琪和富鹏看似合作终止 其实是必然的结局 富鹏的从业经验不比李佳琪少 专业程度也不比李佳琪低 他的起点也更高 不甘心 当然也是必然的 在李佳琪的光芒下久了 跳出来找回自己 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现在两人都有了各自的直播间 李佳琪还是日复一日的直播 富鹏经常外出旅游 体验生活 让自己变得更帅更优秀 尽管现在的人气水平不一样 但相信他们都曾为一个理念奋斗过 只要坚定这个正确的致富法则 他们两人都能走出一片光明 李佳琪的成名路 磕磕盼盼盼并不好走 小朱里的单飞之路也不轻松 短腕轻的打工人也一样 只是很少人能够有像他们一样的毅力 所以他们成功了 成为了标签 成为了商业直播的传奇 这里是白岩 我们下个故事见